插名 它裡面有蛋黃喔 這個感覺好賺喔 超級好吃 這是把噗噗噗喔 真的是牛肉肉的把噗 牛肉肉的勵志看到 它這個好豐盛喔 你看喔 它有一些小道具 這是什麼 是敲這個的對不對 敲這個Cocococ 等一下 我這個我想拍 好 大哥 我要再錄影一下 好嗎 都麥 不是 這是我們這集的主題啊 太多東西要拍 我以為大家要來吃 我以為大家要來吃蛋黃了 插名 它裡面有蛋黃喔 對啊 這個感覺好賺喔 原來是這樣子 它甜湯變成脆片的感覺耶 超級鮮紅耶 這個倒是第一次看到喔 對啊 好酷喔 你覺得衝擊啦 超衝擊 我開動了 這感覺超好吃耶 我的天啊 超級好吃 餅乾超級加分 因為之前都是變成就是一桶泥泥的 那個好吃的是那個味道 那多了餅乾之後 多了那個脆脆的口感 感覺超不一樣的 而且肉真的好新鮮喔 而且有腥味 超好吃的 滿加分 很好吃 它有一點那種 烤肉帶微焦的味道 那個肉超級爆炸 它這樣子也有點像 用的那種日式燒肉的那種醬 好迷人耶 這個香味 它的肉的那個甜味 因為透過那個蛋液 那個香味感 整個讓肉更甜 餅乾真的是加分 我覺得真的 那種餅乾讓它有一種焦香的 對 沒錯 它明明是生肉 可是你會有一種 它很像被烤過的錯覺 接下來 鴨壽司 鴨壽司 那個不好意思手機先吃一下 這個也要買啦 它也是生牛肉對不對 生牛肉 它有自燒 自燒的 自燒的超級好吃 自燒的超級好吃 有那個甜味跟香味 整個被提升 跟剛剛吃的那個不一樣 超級不一樣 我好像更喜歡這個 真的喔 那個自燒的香氣真的太迷人了 我覺得魚肉 像鮪魚 但它的油只是肉的香 牛肉香氣的油 很像牛油去拌鮪魚的感覺 因為口感太像鮪魚了 愛心 愛心 它好好吃喔 好好吃 很好吃是不是 口感很像鮪魚 但是呢 因為它有自燒過之後 它那個牛油香味有冒出來 加上它的蔥 跟它一些小小簡單的那種調味 我要不要倒這個山藥汁下去了 它是壽司燒的頂對不對 富士燒 富士燒 好酷喔 很像富士山下雪了 對 好酷喔 太誇張了… 這個太厲害了 你剛剛到的時候沒有噴 想先吃囉 來 開動 好爽 超好吃 而且它的肉是那種 有帶油脂 也有肉本身的那種甜味 像這種和牛就可能是 吃的是油脂的香 它是剛剛好 肉香跟那個牛的油脂的香 都有吃得到 對 而且這樣子煮的超加分的 那個山藥 壽喜燒是濃的嘛 味道是濃的 讓它整個結膩 我其實第一口吃進去是 它下面的洋蔥跟蔬菜的甜味 肉甜肉油香是慢慢慢慢出來 而且是跟著它那個壽喜燒醬汁 而且我覺得它醬汁調得很剛好 它的那個甜味醬油味沒有到說 蓋掉整個肉的味道了 肉自己本身超優秀 感覺很像在被你咀嚼的時候 肉就會一直噴出來 而且我跟你講 你山藥泥不是幫我們整個弄進去嗎 它變成很像我們以前煮火鍋的時候 會沾蛋白 表層是滑嫩嫩的 是喔 因為蔬菜燒都是配那個蛋黃 對 對 對 但是這次它變成就是山藥 好 我們脫脫 推一下吧 推鍋 推鍋 哇 Oh my God 這樣合理嗎 歐歐歐歐 這樣得下去了 這樣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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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會不會太奢侈 喔它高麗菜絲也太多了吧 對 超多 我以為我們在吃文字燒耶 開動 我可以吃 厲害 因為它的肉質就是 是在這些前面的肉裡面 油質最多的 超級香 超級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